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很需要愛的人 也很需要去表達那樣東西 我會加很多身形相關的東西在我的作品上 希望他們是一個比較少女心爆發的 但是我也會很喜歡畫一些動物 還有一些可能是花花草草的東西 令我的氣氛感到那個人和後面的 nature 是可以融合到一起的 大家好,我是Polly幫你唱 今天很高興請到我旁邊這位美女的藝術家 當代藝術家何子君,Cecilia 跟我們聊聊天,Cecilia,你好 你好… 我今天很有幸欣賞到你的美畫、你的創作 我知道Cecilia,你自己本身是讀藝術 你也是讀中國文學,對嗎? 對… 是… 從而你也是讀視訊討論文學 對… 其實當你去讀中國文學之前 已經喜歡畫畫 何時開始喜歡藝術這件事? 其實讀學科學的時候 我主要是讀設計的 對… 我們的虛擬討論文學 都是一些可能做品牌 做一些真的設計上的東西 畫畫都… 平原設計多一點 對,平原設計多一點 其實也不會很常常接觸到 真的畫畫那種藝術 就是真的反而讀完中國文學之後 因為文學的世界靠文字去表達 但其實反而令我更加希望 將某一些思想 可能某一些想法 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些 visual的手法去表現出來 所以其實是讀完 Master之後 才開始真正地畫畫 或者做創作 我看到你今次在這裏的創作畫 畫工方面全部用一些線條 很圓的 即是每一個線條 我感受到 都會有故事 帶出一些人物 一些動物出來 其實我的創作 都離不開可能一些動物 和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當中也會有我自己可能成長的故事 也會有些可能不反映 可能畫畫的時候 當刻心情的一些記錄 其實那個不可以說很多元化 但其實那個主體也是一樣 我很想表達一種人和自然那種的共用 我會見到其中有一對畫 兩幅是圓形的畫 你說一個是代表你自己 一個是代表你老公 對… 那創作的意念是怎樣的 我老公是非常支持我的藝術 雖然他自己未必是一個懂得畫畫的人 但他會經常鼓勵我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會覺得他在我的生活中 或者在我的生命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所以在這兩幅畫中 我們會畫的東西 可能是當刻的我們 我們雖然可能… 不是很富裕 但起碼在當刻的生活 我們有我們所愛的人 有一個心靈的滿足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圓滿的事 雖然兩個畫都是圓形的畫框 感覺上是一個很完整的構圖 這個構圖 有沒有一些中國文學元素在裡面 其實這個真的… 未必有 不過我自己很喜歡道家的思想 一種好像…不是說甚麼都不做 但可能甚麼都要順勢而行的感覺 是不是隨緣的感覺 對… 我們後面這三幅 即是和你剛才我們形容那兩幅圓圓的 有些互相揮影的感覺 雖然形狀一個圓形三幅就是方形 但感覺很一致 嗯…其實他們的顏色會比較像 可能是一些比較沉一點的顏色 那其實這種沉一點的顏色 他們感覺上看起來是會和諧 但可能會有一點淡淡的 一些優秀的感覺 那其實這三幅正方形的 就會是不在我創作的一些瓶頸的時期去做 那其實他們會好像描述了我的一些 可能困惑或者掙扎 那在裡面也嘗試找到一個出路 又或者是一個好像小總結那樣 那其實當中也會有可能那個主體 可能是我自己的頭射那樣 那再加上可能身邊的一些動物的互動 這樣建構了三幅畫作出來 形容你自己尊重抽象 還讀是一些會比較創意的畫 可能算是比較抽象一點 我也沒有刻意畫一些很具象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我的創作就會是… 我希望掙扎到我的腦海的其中一刻 這樣就純粹地用手去表達出來 但其實不是所有東西都一定會有一個解釋 可能真的純粹是當下的感覺 而畫得出來 好像心裡的一塊鏡 我可以用你這種花瓶 好,這個花瓶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會用到一個金色… 對… 其實我覺得花瓶挺像一個圓形的畫作 因為它可以360度也能看到 而且它是一個連貫的畫面 其實這個花瓶也會描述一男一女的… 可能叫做… 這個女仔 對,這個女仔 這個男仔 對,這個是男仔 是反過來的一個男仔 其實是描述他們可能的一個相處的過程 又或者是他們一個緣分的感覺 而且中間也會有一些… 好像每一個…可能男女 又或者每一個人和人之間的緣分 也會有一些波折 那我也會…可能在那個瓶的… 會顯示出來 而且他們的金色其實有某部分 是一些植物的…可能是勁來的 其實那些植物的勁就像一些養分一樣 是一個感情的養分 我覺得是…